今天要带大家看的就是先从这个灯塔开始 这个就叫做Port Bottom Back Range Light的灯塔 它是基本上大家进来PEI第一个见到的灯塔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它正正位于这个Confederation Bridge落桥位的灯塔 这条Confederation Bridge就是整个PEI和加拿大其他的陆地唯一陆路连接的地方 而它也是唯一是免费进入PEI的途径 所以可以说这个灯塔基本上大家是来PEI第一个会见到的灯塔 现在身处这个位置就叫做Marine Rio Historical Park的地方 大家如果经过这条桥进来PEI的话可以先来这里走一下 除了有刚才说的灯塔之外 还有一个旧的火车卡的景点可以给大家参观 那喜欢看灯塔或者看火车的朋友可以来这里打卡 我们先说一下PEI后面的大桥 这条桥是在1997年落成的 在这条桥落成之前PEI是没有陆路连接其他加拿大的地方 要进出PEI这个岛都是需要搭船的 这条桥是在1997年5月31号通车的 全长就是12.9公里 它是加拿大目前最长的一条桥 还有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冰面花海大桥 经过这条桥需时大概10分钟左右 虽然说这条桥进来是免费的 但是如果用这条桥离开PEI是需要收费的 它目前的费用就是50元025千元一家字 也说回这条大桥的位置 由这条大桥去到PEI第二大的城市 SummerSide只需要18分钟 开车进来的朋友 除了可以去这个Historical Park看看之外 可以先从SummerSide开始观光 至于离开PEI就有两个途径 一是经过这条桥 第二是可以从水路搭船离开 这条大桥自从落成之后 就是一间大桥公司去管理 它的专营权就去到2032年 也就是说这个收费的情况 起码会去到2032年 去到自营32年合约期满之后 看看政府的安排如何 如果可以做到免费的话 相信对于整个PEI来说 都会是非常有利的一个消息 可以减低所有人进出PEI的成本 应该会推动到整个PEI的经济 好了 说到这里 大家继续看影片 嗎 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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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